请湖北返程人员举驾不要外出 大家好我是刘可胖 今天家里面没有菜了 跟我老婆两个人去地里面挖的野菜 现在超市里面都已经关门了 买不到菜 非常时期多吃点蔬菜 在这路上面人非常少 现在我们市里面的出租车 公交车 网约车 啥的现在已经全部停运了 前面也分路了 等会我们过去看一下 在哪里 折荷的 走这条路 到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应该来一架公共用车都不让他们走 对 对吧 所有的图都盘查一遍 我这一百多次 晚上这边也看吗 刚刚发电了 发电了 鸡胖就没有撤了 哦 正在挖野菜 家里面已经没有菜吃了 等会再挖点蒜苗 剥菜 苗和菠菜太小了 暂时先不挖 过两天再来挖 今天先挖点野菜 这边都是野菜 还没有挖完 现在暂时不挖了 这里面是种的火龙果 这里面也过不去 里面都是野菜 为他们三个老打员点赞 据刚才几位老打员讲 我们村里面所有的小路 全部都分好了 目前只有唯一的是这条大路可以走 现在而且实施允许 我们本村的测量出入 外地测量 一律要找通行证才行 管控比较严 昨天我们波姆斯是8例 今天早晨是15例 这个疫情非常严重 也恳请各位网友们 尽量减少外出 嗯 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吧 这是一上午挖的全部野菜 回家的下一步 把野菜洗干净 开始吃野菜吧